大家好,我是亮亮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撒女儿不养爹 从前啊,有姐妹三人 父亲含辛茹苦地把她们养大重人 待父亲失去劳动力的时候 三个姐妹谁也不愿意尽义务来赡养她 你退给我,我退给她 最后,每人赡养一个月 一次,老大赡养的那个月只有29天 在第29天晚上,老大就把父亲送给了老二 可老二啊,认为没有到30天 就把房门关上,不给父亲进屋 老大喊了一会儿,不见开门 就把父亲丢在了老二家门口 自个儿回家去了 这时啊,一个货郎路过 看见老人,便问为什么不进屋里去 老人说了原委 货郎气不过,拍门大声,喊老二开门 让老人进屋 老二装作听不见 货郎急了,便大声喊道 你们真不要父亲了吗 你们不要,我就要了 老二家不但没有回音 而且还把屋里的东干脆熄了 货郎可怜老人,便把东西并做一头 把老人做一头,挑回自己家中 当亲生父亲供养起来 拿好吃的给老人吃 拿好衣服给老人穿 三个女儿知道了这件事 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过了一年,老人得了重病 货郎告知三个女儿 三人说 随她去吧 死了,拿牛托去荒宫里喂狗 货郎知道,告诉三个女儿 你们父亲有一台银子 她现在谁也不告诉我 要看谁,待她好 谁孝顺 到死的时候,她才告诉谁 三个女儿信以为真 马上把父亲背回来 一个比一个待老人好 一个比一个更孝顺 不久,父亲死了 将要断气时啊 当着三个女儿的面 伸手指墙 摆了摆 三个女儿因为父亲 指的墙角有银子 便撇下父亲 劈劈啪啪的 抢着挖墙角 结果没有挖到那坛银子 把墙给挖塌了 三个女儿都压死 在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